欢迎大家选择很大的网,admonpun.com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听众想知道如何登入我们的网站 购买节目重温服务的步骤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逐一详细介绍 要购买很大的网各项节目的重温服务 除了可以经PayPal或支付宝这两个电子付款方式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甚至亲临办事处付款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以PayPal或支付宝付款 只要交易成功,服务会即时开通 由于支付宝主要在国内操作 即使交易顺畅成功,亦可能需要一至两个工作天 只能开通服务 让我来介绍一下银行入数这个付款方法 要以银行入数或亲临办事处付款 除了需要提供登入账户电邮、账户名称之外 还需要提供最重要的交易编号 这个交易编号是由很大的网提供的 并不是入数收据上的 千万不要搞错 要取得交易编号 首先要成功登入很大的网 然后在网站的下半部 选择你想购买的节目 每个节目的图片 都有一个蓝色底白色字的付款按钮 点选之后 便会引导到订阅节目页面 头两项声明和电邮都已经填写好 你只需要填写联络电话 和选择要购买的类型、其数 之后付款方式便一定要选择银行入数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引导你去PayPal或支付宝的网页 最后点击进入付款页面 便会弹出一个交易编号 和要购买的节目银行账户资料 请你记下这些资料 无论经柜元机或是银行柜台入数之后 都将交易编号写在收据上 然后电邮给我们 这个交易编号是听众登入我们网站之后取得的 所以有了它 我们便能够轻易查核到听众的帐户 为你们开通服务 在办公时间亲临我们办事处缴付现金 亦非常方便 只要带同你的登入帐户电邮 帐户名称以及交易编号 交给我们的职员 但要注意 每购买一个节目 我们会收取10元行政费用 再有任何问题 欢迎电邮或在办公时间内自电查询 我们的电邮分别有两个 关于账户 投计入数收据 请寄来 cs.admundpun.com 技术支援 寄来 it.admundpun.com 查询电话 2892-7840 地址 香港质如冲 英皇道 1067号 人夫工业大厦 7楼 乘港铁 太古站A1出口 巴士102或106号 船奥里站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 下午三点至晚上九点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好了 手上这本书 亦给大家近距离 可以看看 叫做 《灵探废墟》 是吧 讲解一下 这本书是什么 本身我一向有去废墟拍照 亦遇过灵异的事情 但也没有什么 跟别人说 那我朋友 梁彦琦 直到知道 他就 开始 两三年前 开始写字 写书 突然想 不如我们合作一本书 就讲 灵探废墟 好吗 即是说他帮你写 我有负责部分文字 他再修饰一下 还有帮我做书的设计 OK 那你就去一些荒废了的地方 是啊 真实的地方 不只是香港 你去过哪里 不如你预算一下 加震你去过哪个 世界各地 一些什么荒废了的地方 台湾 台湾 有个地方我出名的 以前拍《流星花园》 杜明志的家 那里有很多间房 我想有40间房 是一个有名作曲家 刘家昌的大宅 是吗 大家当然知道 但大宅是荒废了的吗 是的 因为好像说 有些事情不合乎法律 然后没起 一直叼空 是吗 不过现在 我听台湾朋友说 好像在拆 是吗 是在哪里 台湾 直指 在台北 是的 去過這個地方 最後呢 還有什麼地方 日本去過一個情侶酒店 那裡是很漂亮的 它是七十年代起的 有十間房間 有一半是日式一半是西式的 然後看回裡面的東西 應該是八十年代就收拾了 大概經營了十年左右 但是所有東西一直保持原狀 亞洲就去了韓國 韓國去了一個荒廢的樂園 還有一個荒廢的社區 還有一個社區嗎 因為在山頭上 韓國政府就要重建社區 韓國政府就會很突然 今天出信給你明天就要搬走 所以很多東西都留在那裡沒有帶走 還有人們搬走了 他們會馬上拆到門 所以就免得人回去住 搬走了之後又沒有重建 所以就丟空了 那看到什麼日用品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的 有些很舊很恐怖的照片都在那裡 是嗎 韓國去過了 最遠去過哪裡 刺耳諾貝爾 你一來就刺耳諾貝爾 那你有沒有檢查你的身體 有沒有輻射 但是普通可能只有1點多 因為他們開了一個旅遊區出來 是定時去做測試的 有一個旅遊區的人是想看看這個位置 它沒有畫出來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個是乾淨一點 沒有什麼輻射安全的 讓旅客去你知道 還有烏克蘭窮 我有些朋友不是正途入的 潛入的 他都拿著寶機入 那他就拿了地底 你知道那個毒素 很高的嗎 輻射毒素去到10 指數去到10 都已經算高 他拿到地底是4000 試過有一次回到家裡有事 就是去另一個地方書裡也有收錄 在哪裡 去過紡織廠 那裡來的 葵興 葵興紡織廠 我想幾年前已經拆了 要不然就回收了 那一次都沒有東西 那時候也沒有東西 覺得很有趣 然後就回家裡 我想問 你那個紡織廠 現在沒有任何東西 是知道它是紡織廠的嗎 只是刺了一個工廈 刺了 我們為什麼知道是紡織廠 因為外面有一個招牌 OK 即是沒有任何的器械 沒有的 通常那些廠都是刺了 因為那些器械都值錢 那次就 以為沒有東西回家裡 然後就經常不見 我是那些很少不見東西的人 即是 連錢包也不會不見 也沒有試過不見 身分證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三天不是兩天不見東西 還在眼前不見 即是消失了 即是這一秒還在我眼前 下一秒 我轉頭再回來看 就已經沒有了 那些大件還是小件 小件 小件 鑰匙 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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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小件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Acho 高靈人士 待會我打給他 他有幫我解決這件事 是嗎 那怎麼辦 他說你最近去哪裏 快去來 發照來看看 我就發照給他看 然後他說你有沒有拿東西 我沒有 然後他就看了一些照片 他說在這裏 那裏是紡織廠 然後他就幫我溝通 他就說 那個朋友說我拿了他的東西 拿了一些保密 我說沒有 他就問我 當時有幾個女生 然後他就說 有三個 我加上另一個女生長頭髮 還有一個女生短頭髮 他說可能是另一個長頭髮女生長 久了 因為他那時看得不清楚 就是以為我拿了 那我跟Acho說完之後 就沒有搞我 但是他就說 要幫他解決這件事 最好 我追問 對 問回那個女生 但我跟他本身不是 那麼熟 對 不是那麼熟 即是你沒有他的電話 有 但他不理我 即是不是很交情很深的事情 因為他不理我 那沒辦法 我就反應 其實他就說 那個朋友很傷心 很失落 找不到他的保密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 你淋一些水給他 他想要水 那我就買了一支水 淋在花槽 因為他好像不知道 是燒死還是怎樣死 就需要水 即是你再去那個現場 不是 在家樓下的花槽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 那些東西都在一些奇怪的地方運回 那是什麼 其實我不見了很多東西 我不是之前不見的東西 都運回 在家裡運回 例如 有些東西在眼前不見了 會在書架上出現 即是在家裡的位置 但你沒有印證到 究竟是否真的那個女生 拿走了別人的東西 沒有啊 因為我跟他都沒有聯絡 那次找不到他 我覺得 既然沒有心做朋友就算了 也沒有再一起去那個廢墟 OK 如果真的找到他 證實到他拿了一些東西走 那真的挺厲害的 看到 有人問是否在青山公路 你剛才看到的 只是恐怖在線部分的精華片段 想看完的話 很簡單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1點半 登入去admonpoint.com 就看完全部的節目 是免費的 但你也可以 自己下載 下載 什麼時候看就什麼時候看 這就是一個月費 聲音的 25元 看視像的 35元 任君選擇 只要登入去admonpoint.com 找到一個付款方法 你就知道怎樣付錢 很簡單 有PayPal 支付寶 銀行入宿 甚至上來我們 太古人夫七樓 付錢也是可以的 不要想太多了 立即行動